我只是我问问你啊 我可没欺负你 你别到时候到经理那儿跟我撞 没有我不会的 会不会 你看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 对不对 我平时工作前两天 确实是我自己不好意思 对吧 家里出了点事情 然后我也挺不好意思 从公司请了假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但我的事也是爹了很多嘛 但真的不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 你要相信我呀会不会讲 我这边有 老板让我交一个资料 我等一下咱俩再烙 老板让我交一个资料 我把这个资料发回去 等一下咱俩再烙 这不是为难小地吗 我真的是白口莫变啊 说的话你们 你们能不能懂我的 懂我的心情 就感觉 真的感觉我现在做什么 说什么都不对 你们能能明白小柳的心情吗 我就感觉 就是对吧 怎么说呢 其实平时 或者解人也还挺好的 真的 我之前在公司 他也给我买奶茶喝 但是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不应 就是不配带这些东西 我要不要把这个取下来啊 说到哪里吗 你说我要不要啊 各位姐姐也是这老员工啊 各位姐姐也是这老员工啊 我就感觉我 说实话我好像不太配 不太配带这些东西啊 赶紧干嘛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们 你们小弟要不要把把这些东西取下来啊 对啊 我无关我带这些 会不会让他们 引起一些误会 在约上前两天的这些种种意外 对吧 我也请假 确实请得 前两天请得比较勤便 所以这种种的事情 都撞到一起去了 干你干妈们 我也很苦了 你们说我要不要 从明天开始起 我就把这些东西 就不带了呀 我听你们的好不好 听你们的建议 行吗 你们都要我不取是吗 但是今天是惠惠 惠惠姐看到了 我怕到时候别的一些同事 是吧 看到了会不会也跟她的感受是一样的呢 是不是阿姨们 我现在我心里面我就感觉我自己 我觉得不配 我觉得不配 你们懂吗 我觉得我那些深处现在就 真的觉得我好像不配带这些东西 你们说要不我把这些要不还给 是吧 可以吗 你们觉得 行不行 是吧 你们说行的扣一不行的扣二好不好 小丽看一下 看一下你们的你们的意见 行的扣一不行的扣二 你们都不让我取吗 我看有个别阿姨 想让我娶是不是 是怕我心里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对吧 小丽 你跟谁说话呢 我在跟我自己的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赶紧跟妈妈说话 怎么了 怎么了呀 会会见 你在直播呀 嗯 我刚才给你说话你也在直播 对啊 你在直播 我看你直播间多少人 哎呦 两千多人呐 这直播间都是什么人呀 你直播间 直播间这两千多人都是什么人 哦 他们都是 支持我的人 然后都是我的叔叔阿姨 都是我的干爹干妈们 怎么了呀 会会见 开爹干妈 我看不是吧 我看不是吧 你这两千是不是里边有什么大哥呀 哦 小丽 来 我说呢 我说你怎么穿这么好戴这么好 是不是你直播间有大哥跟你刷礼物 哎呀这可不 不少证呢 我看人家直播 你还一万证多少呢 不是真的不是各位姐 真不是你想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真的不是 哎呀别管 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直播间这两千多人 我怎么没人跟你刷礼物呀 啊 谁 我没看到有人跟你刷礼物 为什么要刷 我只看 我只看到有人打字 是打字 为什么要给我刷礼物呀 我没看到人家就是 我不要礼物 我只是想跟我跟跟他妈妈聊两天 我没看到人家直播 人家你看 就是我平时看直播 人家直播间刷那种大礼物呀 什么这什么那的 那你直播间这两千多人咋 没有一个人跟你刷礼物呢 我不要啊 假人吧 你是不是见着 不是的 我不要他们刷什么礼物 我只是跟他们聊一下天啊 你就过过去 哎呀 哎呀我没有一个给你刷礼物 那不是吗 那小星星点子蛋 小星星算啥 你别人以为我不懂 我也经常看直播 小星星是那个 一毛吧小星星 哦穷光蛋是吧 你直播间这件穷光蛋是吧 不是你这么说的 惠惠姐 呦呦 这是啥 这是跑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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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你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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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可以呀 可以呀 大哥给你刷礼物了 刷了个跑车小脸 哎呦我羡慕呀 这这这正不老赏呢 说我是等老板 老板让我等一下他 哎呦 好啦呀 不要找借口 我看还有没有人理事 我开播这么时候就是玩一会 这大墨镜可以呀小脸 我说你怎么穿这么好 带带姐呗 这怎么让直播间这么多人 带带姐 带带姐 也带带姐 没有我就是这么时候等老板 然后我随便就是聊一下天儿 也不是像惠惠你说的那样的 我一个上班的对吧 我又不是什么那个 只有一个人给你送了一个跑车 我还激动半天呢 你这有时间请姐吃饭呗 你看这你看这一会儿直播两千多人 赚不少吧 没有 会不会姐得我拿了工资 我请你喝奶茶好不好 你别说了 还有人刷 还有人刷什么 那我长长见识呗 你说那什么嘉年华什么 我没见过 你看有人这个 穷光蛋 没有 我估计你直播间没没没 就 就开热闹是不是 没 不仅穷光蛋也喝不起 顶多给你个小猩猩 小猩猩就行了呀 谢谢谢谢 谢谢 阿豪阿姨的墨镜 谢谢谢谢 谢谢 你们别 你们 你们不要听 惠惠姐的啊 她在这 小猩猩一个墨镜 你谢谢啥呢 你们别听她的 我就只想跟我干你干妈妈 聊会天 干你干妈妈 对我主要这么时候 我是在等老板 给我安排事情 所以说我这么时候 跟你们聊会天啊 你们你们不要那个什么 谢谢 谢谢阿豪阿姨的墨镜 谢谢谢谢 你们不要 不要再给小莉刷礼物了 谢谢你们 哎呦 有一个墨镜 你谢啥的 你看她们也能给 喂 估计啊 你不先说了 我 我这样好不好 我 我当时候 你了工资了 给你买奶茶喝 奶茶 你这一下子都赚多少了 你奶茶肯定不够呀 是不是 你这穿这么好 拍这么好嘞 没有 真的就是很便宜的这些东西 真的很便宜 奶茶可打发不了我 还有人刷什么 我再看一下 没了 没有 2000多人 没什么了 说啥呢 你这直播见这些人 哎呦 我还是 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的是 你代代简拜 你说是不是 你直播就2000多 你代代简拜 姐也不是说2000多人了 几百人不就行 几百人就行 行吧 你这是怎么做的 你教教我吧 我也想 我也想有个大哥给我刷礼物 是不是 这一天也赚不牢少了 这总比子在这打工墙 你看我这辛辛苦苦一整天 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 你们千万不要听那个货柜姐啊 不要跟小丽刷礼物了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啊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干电干妈们 小丽啊 咳 咳 小丽啊 你看 你这一眼 没事没事 你们不要听她了 小丽跟你们聊会儿天就行 小丽啊 你这嘴是真严实啊 我问你 我说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是不是啊 你这穿这么好 戴这么好 你手上戴着个匪呀 戴着个和田呀 我一看 材质我一看 我都看出来 你知道吗 只是说我买不起 没有真的 货姐 我不是你想象那样子的 给姐说实话 你看我就是一个 在这上班的而已 不是之前你问我 我也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吗 对吧 那你来 你是跟我说情况呀 你来的时候穿的啥 是不是啊 这才仅仅一两个星期啊 你穿的也需要呀 我这就是穿的 就是正式一点嘛 穿这么好 戴这么好的 你说你吃肉 姐跟着喝点汤还不行吗 这还瞒着姐 跟我说实话呗 你说是不是 咱俩工作 你经常 哎呀 坐在一起 一起工作呢 是不是 将来以后继续工作 同事慢慢出生 不就朋友了吗 那你说你以后就发财机会 你就带着我挣点吧 我就不说多 跟着你喝口汤就行 咱不说 咱不说带你这么多珠子吧 就带一个行吧 我带一个可以吧 因为你这一两 你这一个珠子的一两个 我就带你一个珠子 小茉莉小莉 贵姐你别围来小技了 小莉刚刚跟你说的 也都是实话嘛 对吧 你说实话 你逼摊过谁信呀 你说你 你看真的就是这样啊 不是你想要那个样子的 贵姐你跟你别说了好不好 我还有事情没做完 我还有事情没做完 还有事情没做完 是不是急着去见大哥去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急着见大哥去啊 嗯 叔叔阿姨们你们真的相信吗 是不是大哥 是不是大哥给你买的呀 这大哥出手可真阔绰呀 是不是 一下子给你身上发了都就是五六个了 再加上买衣服 给你多少个了 这 哎呀好羡慕啊 小姐 真的是 你要是质疑这样想我 我也 我也没办法 跟你说了 你也知道 我们之前聊过天 对吧 我也说过了 我在这里早下班的原因是为什么 而且我为了中午 能够避免早点下班啊 我中午都不睡觉的 哎呀真的是 同人不同命呀 你看你这才来短短两个星期 这就开始这个 就是穿的越来越好 戴的越来越好了 哎呀 遇上个大哥就是不一样 哎呀 你看穿的好了 戴的好了 说话就不一样了 以前 哎呀 谢穆颜 对不对 后果姐你别说 你小一点 这其他员工还在上班呢 实话实说你还不愿意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得 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是不是 也不知道你帮上哪个有钱人了 帮上哪个大哥了 帮上哪个老板了 这只有这来钱才快嘛 是不是 你其他的你能 你来钱能来这么快 对吧 你们干啥呢 正常聊天呀 正常聊天啊 上班好上班好多 你又跟家伙伙欺负人 伙伙的 老板喊你啊 找我吗 找你 伙伙走 老板喊你 好好好 叔叔阿姨呢 我这么时候 老板叫我 我先上去一会儿啊 我小一点声明 你没事别欺负人啊 伙伙 我没有 不是关系 胖哥你怎么总是这样说话呢 你们等一下啊 我这么老板叫我上去 我这么时候跟 跟他一起上去 你等我一下 我 快点 磨磨磨磨磨的 工作也磨磨磨磨 等我也磨磨磨磨 让你们等我一下啊 我这么上楼去 去办公室你们 老板这么时候叫我干嘛 我好好工作坚持开个厨房 这边 你们等我一下啊 叔叔阿姨吗 看一下老板找我干嘛 哎 腾总 来了来了 哎老板 你干嘛 没太多呀 对啊 小慧你 把小慧叫过来 小慧在上面呢 我喊他 架上你 架上你 生 你把小慧叫过来 可说阿姨 你在开波是吗 对 我刚忙完 有粉丝跟我发一下 一声你在开波 我是准备 您找我有事吗 然后这样扣鱼 过来 扣鱼的时间 我 过来 我就正好 给我干 那个干妈们聊会儿 先 就是 我刚才看到了 我刚才看到了 看到我的去你这边看了一会儿 等我等你等他过来 叔叔阿姨们你们能不能看到 小丽啊 笑话笑 阿姨笑话啊 他说你了 是不是他说你了 你看你没什么 老板 你没什么 家里面下午好啊 都认识我吧 应该 家里面认识我吧 来认识我的科博艺了 家里面认识我的科博艺了 不认识我的科博艺了 家里面 我刚才有 我刚才在忙 知道吗 然后有粉丝跟我发消息了 知道吗 然后我去他 怎么也看了一会儿 所以我家他上来 知道吗 好吧 家里面 好吧 呃 因为他是 来来 你家里面 是这样的 知道吗 家里面 呃 小慧是 小慧 头都晕了 小妮是下午 三点钟 他就下班的 是为我家的 等我一会儿 你知道吗 我说我 因为我刚才的时候 接待一个客户 在帮市接到客户 我说你等我一会儿 他会送我 大概得多长时间 我说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然后他鼓励就在那里开播玩 对吧 家人们 都认识我是吧 感谢你们认识啊 家人啊 对 然后他就鼓励在那 因为等的时间比较长嘛 他就来开播开一会儿玩 谢谢叔叔阿姨们 没给小丽点播关注 给小丽点播关注好不好 不认识我 还有不认识我的是吧 对 加一下粉丝登牌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喜欢小丽的话 就点加关注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你进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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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没来是吧 没来 把进点叫我来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了 你快让我上来 嗯 有事吗 有事吗 没有 你坐坐坐 找我你坐 你们这个部门太闲了 真的 你那部门是不是很闲 是吧 每天上午把事情坐 往下 门车干走是吧 天天在那 下午在那 磕瓜子是吧 嚼舌根是吧 没有没有 就一直在工作呀 一直在工作 你们这个部门 我太了解了 知道吗 闲 天天要是闲 不闲吗 就我 都忙到现在 我 我正在忙呢 嗯 你在忙是吧 嗯 不忙 那忙呢 你都 你 你是忙着 在嚼舌根 是吧 没有 我刚才再提过电 你说的话 我全听见了 知道吗 你说的话 那我全都听见了 你不用抵赖了 好吧 我等你们经历过来 没没用了 我只是跟 我只是跟小丽 开个玩笑 就是 那我不想 经济同事关系吗 俩人就聊聊天 说的无心 听的有意思了 什么叫开玩笑呢 嗯 我 我跟小丽 你的一句玩笑 那可能 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 你坐 你坐 好 你也很闲啊 我不闲啊 我刚下去找他了 你不闲 嗯 上次前段时间 我不是叫你们部门开了个会吗 对吧 我现在整顿一下 你们部门 这个几率要整顿一下 嗯 你整顿完了吗 我整顿了呀 你不行 我过会 过会都知道 你们人事部 真的是每天都 下午都很闲 是吧 都很忙 我刚刚过去的时候 会不会全心全意在工作 全心全意在工作 对 嗯 对 我真的 你刚才说话 我都听到了 知道吗 所以我叫你们 你把你们俩叫过来 就是 我们这开个玩笑 增进一下同事关系 我还说 跟小丽一起 约着出去玩呢 可以吃饭呢 下班 你俩